哥哥们都有一个HIPHOP的梦想 都想尝试 对 我特别理解 你只是 说越帅 然后越说越健康 这个是越说越开心 每天一定要过得快乐 谢谢 音乐禁演综艺皮歌来到第三季 依旧延续前两季的强势镜头 节目的各项数据表现抢眼 出舞台和四次公演舞台过后 包括胡冰 徐良等在内的八位哥哥被淘汰出局 剩余的24位哥哥完成武功的录制 并晋级总决赛 随着节目的深入 哥哥们在公演舞台和真人秀环节表现的机会变多 人物形象也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 观众也对他们的综合能力有了进一步的判断 能够拿到P哥3这样大IP项目的入场券 对于32位哥哥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机会 但最终能否真的出圈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缺少任何一个元素都很难达成最终的意愿 32位哥哥虽然参加了同一档热门综艺 但是随着P哥三菱尽尾声 节目对于各自的加成并不相同 有的哥哥名利双收 此次的披荆斩棘之旅收获满满 有的哥哥责成了过客匆匆 全程当绿叶无效参赛 有的哥哥表现不尽如人意 非但没能圈粉 反而败坏了路人员 五位哥哥名利双收 熟悉P哥系列节目的观众应该比较清楚 哥哥们在节目中能否成团往往并不重要 通过参加节目获得资源和人气的提升则是非常重要的 胡海拳 尹正 曾比特 马迪等哥哥虽然都没能成团 但是拿到的资源反而比一些成团的哥哥还要好 纵观P哥三参赛的32位哥哥 有五位哥哥是不虚此行的 虽然他们在节目中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抢眼 人气排名也不是很突出 但通过芒果这个平台走入大众视野 舞台实力和个性魅力均获得认可 蔡国庆 P哥三年龄最大的 也是非常有大智慧的一位哥哥 表面上嘻嘻哈哈 实际上看得比谁都通透 业务能力过关 真人秀环节有娱乐和奉献精神 能和队友打成一片 这样的人设注定讨喜 蔡国庆人气排名不理想 但他赢得了人心 尤其是对王耀卿那一句精准的点评 相信很多人已经直接圈粉了 P哥三让观众看到了路易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他不再是荧幕上那的严肃震惊的形象 整个人鲜活 生动 有趣 能给观众满满的能量 舞台上的路易很卷 每一次公演都放大招 唱 跳 演 IPI在行 综艺感也非常强 路易通过节目展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这一趟旅程处处是高光 虽然在男团选秀节目中成功出道 但博远在团队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 知名度也没有彻底打开 P哥三这样的热门综艺和芒果这样的大平台 对于爱豆出身的博远来说适配度非常高 他也牢牢抓住了机会 在节目中展现了唱跳方面的硬实力 人气排名靠前 也为自己拖宽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作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杀 张栋梁在P哥三里不仅仅有情怀加持 也有亮眼的舞台表现做支撑 张栋梁的形象和声音都很清澈 每次开口都很扎人 他不仅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也获得金主的青睐 节目播出后获得金主代言身份 这样的待遇足以让其他哥哥羡慕 被经纪公司雪藏多年 李久泽错过《我是歌手》等众多爆红的机会 但P哥三的机会他抓住了 他的倭靠实力和综艺感 在节目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身上所折射出的反差感 独具吸引力 李久泽本不是芒果力捧的对象 但平映实力逆袭成黑马 人气排名大幅度提升 演艺事业也迎来新契机 除了上述五位哥哥外 还有很多哥哥也吃到了节目的红利 胡冰重新回归大众事业 各项资源明显好了起来 徐良虽然早早被淘汰 但依旧通过节目刷足了存在感 魏寻 罗杰夫 马晓龙等哥哥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同样都是节目的受益者 0713男团褒贬不一 P哥三嘉宾名单公布之后 陈楚生 王立新 于浩铭 张远组成的0713男团就成了焦点人物 他们也不负众望 出舞台就大杀四方 展现了全民票选出来的偶像的硬实力 但随着节目的推进 围绕0713男团的剧本变了味道 张远在组队选人缓解两次拒绝陈楚生 于浩铭也选择单飞 陈楚生部落的计划彻底被打乱 于是四公出现了陈楚生与王立新争吵的一幕 此前一直被大家津津乐大的团魂和兄弟情也成了争议的焦点 P哥三四公播完 0713男团的人设也有了反转 他们在节目中的走向不同 观众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队长陈楚生一路稳稳发挥 不仅业务能力独树一致 个性魅力也同样被认可 作为领导的他情商高 有责任心 有判断力 做事情有自己的原则 四公组对环节的一波操作更是收割好评 陈楚生这一次参赛可谓名利双收 节目中拿下多个钟差资源 人气也不断飙升 节目之外演唱会如火如荼的举行 最关键的是 他让人看到了选秀冠军的实力 不管拿不拿最后的C位 陈楚生都是节目的赢家 好兄弟王立新全程选择跟随老大哥陈楚生 四公舞台那一句陈楚生 我要帮你拿下这一次更是催泪淡 双向奔赴的友情让人动容 和陈楚生一路同行 王立新的光芒非但没有被遮挡 反而不断发挥特长 武功舞台迎来绽放 输赢只是一时的 兄弟情却可以长久 这一点在王立新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于昊明虽然选择离开陈楚生部落 但是他给出的理由足够坦诚 他在新的团队也确实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每一次公演舞台都有抢眼的发挥 可惜的是 于昊明的剧本太虐心 自身的努力 实力与人气不成比例 排名不断下滑 离城团位也渐行渐远 张远两次拒绝陈楚生 守着王耀庆这颗大树好乘凉 公演舞台成为团队核心人物 人气排名也大幅度提升 喜爱度甚至压了陈楚生一头 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张远 口碑全面崩盘 他拒绝的理由 迷幻的操作等彻底惹怒了观众 导致0713男团的粉丝开思 兄弟情变得不那么纯粹了 赢了比赛但失了民心 三人败坏了录人员 批哥三节目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都非常强 对于参赛的哥哥来说 优点会被看到 缺点也往往会被放大 通过节目可以圈粉无数 但翻车的也不在少数 王耀庆 马博谦 信就成了典型代表 他们在参加节目前录人员还不错 但是这一次的剧本和人受不讨喜 参加节目非但没能收割好评 反而败坏了录人员 王耀庆的综艺感确实很强 但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组对结盟的过程表演痕迹过重 最后人设也立不住了 演员出身的王耀庆 唱跳实力有待提升 但无论公演舞台表现如何 成绩度一路狂飙 人际排名也高到离谱 个人实力与排名严重不合幅 观众自然产生了逆反心理 作为金主的代言人之一 马博谦在《批歌3》中的剧本设定 直接惹怒了观众 人气排名难浮重 舞台多大离谱 没有高光表现 依旧拿MVP 强捧的结果就是 马博谦被贴上皇族的标签 而当他的风评不断下降时 马博谦也被抛弃了 节目中存在感越来越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